美國處境都頗尷尬 美國是第一個在拜登政府 看來第一優先的不是現在的通脹 第一優先的是在看未來的11月美國中期選舉 究竟拜登政府所屬的政黨 會不會因為拜登現在的行為 或者拜登現在的施政 結果受到很大的牽連 而在中期選舉中慘敗 這反而是美國政界最關心的事 你說要關心通脹 其實都是因為這件事 而希望通脹不要嚴重 而希望通脹不嚴重 不會令到美國人覺得痛 而到時在中期選舉的時候 就懲罰拜登所屬的民主黨 好了,現在看回仔細一點 美國現在的通脹這麼高 是因為兩大原因 第一是因為糧食 第二是因為燃油 因為能源 這兩個包括燃油、能源、糧食 其實都是因為 美國制裁俄羅斯的時候 沒有想清楚 他就這樣覺得只要他動 俄羅斯就會走法 結果俄羅斯沒有走法之餘 結果他都沒有辦法成功制裁俄羅斯 俄羅斯現在的收入 比起之前更重要 當然是否完全沒有影響 如果他懲罰一些缺乏外匯國家 在一些美國或歐斯對俄羅斯的制裁行動 可能是對於懲罰一些低收入 或者低外匯儲備的國家 比俄羅斯更嚴重 比俄羅斯更嚴重 好了,現在說回美國本土 美國現在要壓制通脹 基本上也是一個板斧 如果抗議的銀子就會趨過通脹 所以反向把銀子收回 就會壓制通脹 同時會令美元上升 美國對世界購買力就會上升 好了,現在美國要這樣做 他不斷會抗加息 他抗加息在基本上收緊 把銀子拉回銀行 整件事就是說 今個星期預期 美國聯邦儲備局會加息 在議息的時候會決定加息 而且加幅可能去到0.75厘 領侵利是很高的 香港又怎樣呢? 如果美國再加0.75厘 需要不需要跟 我相信暫時就不需要跟著 不過下一次就很難說了 因為現在看回香港銀行的 體系結餘有3200億 比起一個月前 跌了大約120億左右 即是說 在美匯過去的強勁 港元 即是香港銀行體的結餘 是用了大約120億 去承接港元的沽盤 現在還持有 好了 當這個程序繼續進行 即是說 如果今個星期 美國議息 決定加息0.750 香港和美國的息差 會進一步擴大0.75厘 這個息差 會導致很多香港拿著閒資的機構 或者國際人士 甚至是香港人也好 甚至是香港人也好 他會把自己手上的資金 調去做美元資金 第一 就是享受美國和香港之間的息差 又或者他會把錢 投入去買美國的債券 美國債券已經升到3.1厘到3.2厘的息口 這個息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擺一些美元 去投資美國債券 你除了債券的波幅可能會上升之外 你還有一個息口 息口是3.15厘 大的平均數 即是說 你現在這個收入 比起投資在香港物業 投資在香港的一些磚頭 回報還要高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 上層的人 哪會還應該把錢 放在香港樓市呢 不會的 所以樓市一定首當其衝 樓市如果要清旺 是一定要廉價開盤 如果發展商說 我廉價開盤 但我又不想樓價反應跌 讓中原那個什麼指數 或指數呢 就繼續站好 那怎麼做呢 看一看 有一間大型的發展商 他在白石的樓盤 他怎麼賣 他賣得便宜 平均呈價是1.7元左右 這個價錢 基本上香港人覺得便宜 就會搶了 所以收入沽空了 收入所有的單位 一數而空 跟其他樓盤不同 其他樓盤 你買2萬多尺的 是慢慢磨的 好了 還有什麼現象發生了呢 他除了賣了樓盤外 原來他拿了一個單位出來 就是公開拍賣 不止一個 他拿了一堆單位出來 公開拍賣的單位 竟然可以賣到2萬3千多尺 公開發售1萬7分尺 拍賣單位2萬3千分尺 這是什麼道理呢 會不會令人想像 拍賣單位的人士 其實背後是認識的 然後他的目的就是 用高一點價錢去拍賣 就是在中原計算指數的時候 就可以計算一個 好一點的成交價 同時間拉高的平均成交價 去令到那個數 或者那個什麼什麼指數 或者指數沒有跌得那麼難 會不會這樣呢 這些拍賣的單位 是不是應該受管制呢 是不是每人都這樣 用拍賣的形式 去幫助去浪高樓價呢 結果拍賣單位 沒多久又說撤訂 然後純粹是一些資金上的流動 實際上是虛假地去堆砌樓價出來 好了 無論任何情況都好 樓市肯定會受到衝擊 差點差距李家超上台之後 他怎樣去穩定樓市 穩定的意思是 他怎樣去決定樓市向下微調 還是被樓市很highfuture 還是被樓市大插 這個就看李家超的決定 不過大家就算不投資樓市也好 如果投資股市和匯市 或者甚至加密貨幣 你都蠻大的事 結果Bitcoin昨天 過去24小時 都是大概幾天 幾天時間 由3萬元水平跌到2萬2元水平 一個Bitcoin 如果24小時計 由27,000多的水平 跌到2萬2,000的水平 基本上就是20至30小時內 不見了2、3成 我相信很多拿著加密貨幣都會覺得很痛 很痛很痛很痛 那就是怎樣面對這個處境 我看來這個會長遠的 長時間的 因為直到美國可應激壓通脹為止 美國一定會很狠很大地加息 因為加息部分推高 抽緊銀根 但是不要刺激通脹 同一時間令到美元可以推高一點 美元指數高 美元高 相對其他所有的匯市 所有外匯 日元好英鎊好 全部都下跌了 跟著美國 因為這樣的購買力 就會強了 好了 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 究竟我們還可以投資些什麼 大家真的要小心 你不要想著 中國大陸有一些經濟刺激措施 你就一窩蜂吹下去 就是它在危機措施裡面所包含的行業 譬如汽車 新能源汽車EV 是不是真的會這麼好景 真是問好你 所以現在KING IS CASH 就是說 持現金應該是最好的投資方法 如果不是 你放在匯市好 你放在股市好 你放在交易貨幣好 都可能在短短時間之內 不見幾成